唐玄宗李隆基到底有多风流 其实李隆基就是个喜新厌旧的罗利控 不过 李隆基作为大唐帝国最有钱最有才的皇帝 用猥琐二字来形容他似乎有些不妥 人家那叫风流 他最风流之处有两点 一是抢了儿子受王礼貌的媳妇杨玉环 二是拿下了大姨子国国夫人 公元693年 李隆基八岁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 比如李隆基的母亲豆妃在宫中被秘密处决 他父亲李诞被酷吏来君臣审讯 李隆基自己被降为林姿王才逃过一死 多灾多难的李隆基选择结婚来冲散晦气 他的结发妻子名叫王友荣 大概是因为年龄太小 还没有月事 所以怎么也生不出孩子 这让李隆基非常郁闷 不过 李隆基并没有郁闷几天 他忽然发现 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美女 何必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 于是乎 李隆基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李隆基登基之前 除了王友荣之外 还有十多个小妾 比如说 二儿子李隆的母亲赵丽妃 本是林姿一娼妓 被李隆基物色上带回家中享用 生下李隆时才十三岁 太子李亨的母亲原宪皇后 本是政敌太平公主安插的奸细 被李隆基强行给用了 当年就怀上了李亨 李隆基被任命为太子那年 在宫里碰到了一个小美女 那时候李隆基25岁 小美女11岁 这个小美女就是后来的舞会妃 她是武则天的侄孙女 而李隆基是武则天的孙子 所以他们俩就是表兄妹的关系 公元713年 李隆基登籍称帝 随即便将小美女纳入后宫 成为李隆基称帝后 第一个受宠的女人 这一年 武会妃才14岁 连花都没长开呢 李隆基宠爱武会妃 从她生的孩子就可以看出来 李隆基一共有59名子女 武会妃一个人就贡献了7个 李隆基当上皇帝之后 她后宫的妃子太多了 简直挑花了眼 于是她想到第一个选妃子的办法 那就是蝴蝶选妃法 她叫代情的妃子们站成一排 每个人头上放一朵花 让蝴蝶自己去选 蝴蝶落到哪朵花上 就选择哪个妃子事情 可是这个办法 很快就被一个妃子破解了 她在头上专门用了西域弄来的香料 结果连续几天蝴蝶都落在她头上 李隆基连续宠信她几次 就有点厌倦了 就不想用这个方法选妃事情了 聪明的唐玄宗研究出第二个方法 那就是萤火虫选妃法 这个方法比蝴蝶选妃法更加有趣 唐玄宗让一群妃子去捉萤火虫 这样她就可以尽情地去欣赏 一群妃子为了争宠而狼狈的样子 当然 这个方法很快还是被一个妃子破解了 这个妃子从小就会捕捉萤火虫 所以连续几天都是这个妃子事情 于是唐玄宗又开始厌倦了 为了避免一个妃子连续几天事情 李隆基叫人找来一种涂在人身上 洗不掉的颜料 并且刻了一个章 上边写着风月长星 每天试寝过的妃子 就在身上盖一个章 一直沿用这个方法 她还是会感觉厌倦 某天她看人堵骰子 就想出另外一个选妃事情的办法 那就是错角没人 这个错角没人的方法 就是让妃子们轮流到李隆基面前置骰子 最后谁的点数最大 谁就事情 除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唐玄宗还喜欢偷人 她偷过的人就包括媳妇杨玉环 和大姨子国国夫人 五惠妃去世后 唐玄宗郁郁寡欢 太监高丽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她出了个馊主意 说你的儿媳妇杨玉环冒贯天下 神似五惠妃 陛下要不要见一下 玄宗一听来了精神 就到寿王府走一趟 看望儿子是假 考察杨玉环是真 只见了杨玉环一面 唐玄宗就被杨玉环给迷住了 回来后茶不思饭不想 一个年过五十的老人 得了相思病该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 高丽氏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赶紧去做寿王礼帽的思想工作 父子是手足 女人是衣服 你如果把杨玉环让给你爸 天下女人你随便挑 你爸一大把年纪了 出了问题怎么办 李茂一想也是 就默认了 开元二十八年 唐玄宗到离山温泉宫游信 点名让杨玉环见价 李茂心知肚明 两个人拉着手哭得稀里哗啦 杨玉环在温泉宫一住就是半个月 在玉真公主和高丽氏的运作下 女道士杨太真横空出世 住进了长安太真宫 唐玄宗改年号天宝 寓意如获至宝 杨玉环在太真宫出家三年 实则是唐玄宗偷梁换柱的计谋 天宝四年七月 唐玄宗先把维昭逊的女儿 嫁给了儿子寿亡礼貌 弥补儿子那颗稀碎的心 同年八月 唐玄宗就在大明宫凤凰园 册封杨玉环为贵妃 六十岁的唐玄宗高兴地说 朕得贵妃 如得至宝也 还兴奋地谱了首曲子 得宝子 从此和杨玉环形影不离 出则同免 卧则同踏 天宝十三年六月一日 是杨贵妃的三十六岁生日 唐玄宗举行了盛大宴会 还让一百二十人的乐队 演奏了霓裳与异曲 文武百官连同王子与公主都来助寿 不知道受王礼貌来没有 因为有杨贵妃这层关系 所以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也鸡犬升天 唐玄宗把她们都封为国夫人 其中大姐姐为韩国夫人 三姐姐为国国夫人 八姐姐为秦国夫人 每个月赏赐十万钱 专供她们用的脂粉钱 还允许她们骑着马进入宫门 这可是朝廷高官都没有的待遇 杨贵妃的三个姐姐中 最得宠的是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不但天生励志 还对容颜特别自信 认为涂脂抹粉会玷污自己的绝世滋容 即便进攻朝建皇帝 也是素面朝天 仅从这一点便可知道国国夫人的姿色 绝不在杨贵妃之下 自信的气质甚至更胜一筹 唐玄宗是一只爱偷心的猫 时间长了 就和大姨子国国夫人传出绯闻 杨贵妃虽然知晓 却也无可奈何 毕竟唐玄宗是皇帝 而自己一个女人家管不着 当年唐高宗李治 就和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私通 看来唐朝皇室偷人也是一脉相承 尤其是大姨子的诱惑无法抵挡啊 有一次唐玄宗和大姨子两个人 偷偷到华清池喜冤殃育 结果 杨玉桓突然出现逮个正着 和唐玄宗大闹一场 吵得面红耳赤 气得唐玄宗把她送回了娘家 杨玉桓走后 唐玄宗没胃口吃饭 派高丽氏把自己的御膳送一半到杨府 晚上就派人去接杨玉桓 两个人和好如初 姐妹四人仍然出入成双 情意无价 综上所述 而媳妇与大姨子都落入唐玄宗手中 其他女性就更别提了 唐玄宗就是在这种风流无度中望乎所以 结束了开元盛世 开启了天保危机 最终迎来葬送大唐盛世的安史之乱 成为后世耻笑的对象